疼很难受 人就舒服了 这条街应该比那个 未来科学家大街少 是吧 这条大街是2012年期间的那条 我们昨天看过的未来科学家大街是2015年 然后还有一个大街是黎明大街 那个大街是2017年建立的 去年建立的 这个街叫什么 苍田大街 苍田大街 但是就是一样的都是住宅区 对吗 对 住宅区 原来这里的住宅都是那个矮楼的那些 都拆掉就新建了高楼 那这一条街上有公司什么之类的这种吗 这里没有公司 没有公司都是住宅 那边那个近日直走又 走了10分钟左右就有点住了 今天上午看过的近日场广场 那边提交公司也有 国家的机关都集中在那边 那上你们公司也在那一带吗 我们公司啊 我们公司就 我们住的 我们昨天住的那个酒店的附近 哦 在高丽酒店的附近 因为大家的惯有概念当中啊 觉得特别高的这种楼呢 一般都是商用的 觉得都是公司用的 但是在朝鲜的特色就是 大家都是给民居 对吗 像这么高的楼应该都是电梯楼吧 对呀 都是电梯楼 一般我们这样的住宅楼 嗯 8层以上都有设好那个电梯 哦 8层以上就是会配电梯 对 关键了 如果批牛有两个三个 就是如果有两个三个 如果有两个三个 如果还可以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 这个 那这条街还要往前走都是是吗 嗯 往前走的话就有近日重逢 哦 就往近日重逢 这算是最一个也是一个主要的街道 对 就是这个叫昌田大街 未来科学家大街 还有 顺利大街 最后一个是什么呀 黎明 黎明啊 哦 哦 对对对 我知道了 黑暗前的黑暗前 黎明前的黑暗 就这是最主要的几条大街 对 哦 是这样的 哦 这是都是走地下通道的 这还是属于仓品大街 这还是属于仓品大街 仓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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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仓白的仓 嗯 仓海桑田的那个意思 嗯 里面 是 对对您的 词 硍 的